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张小卡 我两次忘带了 所以说两次带的OSMO都没有用 这一次我带了它 另外呢 我带了一块Ghost drone的电池 因为我很久没有飞无人机了 今天我要飞一飞 所以我要把它放进去 oh what the hell 天啊 这个电池又自动开了 所以放电池在车里还是蛮危险的 我们根本没有动它 它开了无人机在那边 还有我的卡 Let's go 靠红的滋味 它是薛之谦 刚才听到这首歌呢 就是 薛之谦的一首歌 今天一打开这个车啊 收音机上就是薛之谦的歌 然后现在呢 这个说话的这个人啊 叫杰影啊 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一个女主播 之前我在那边 参加过比赛 很好玩的一个上海 上海的 这个来自于上海的 这个女孩很可爱 嗯 微油上的一款游戏 Star Fox 0 ZERO 2016年新款遊戲 非常棒 WiiU Pokemon Tournament 鐵拳腰帶 腰帶鐵拳 Quantum Break 電影大片 遊戲大片 XBOX ONE DOOM 有人說 你為什麼這四款遊戲展示了這麼多次 這麼多次 是因為 玩遊戲的時間是越來越少了 少到了幾乎 這四款遊戲借了快一個月了 真正玩到了 就DOOM玩了五期 Pokemon玩了一期 Quantum玩了兩期 Star Wars Star Fox還沒玩過 但是今天呢沒辦法 還是再重新更新一次 要不然又得逾期了 這幾乎 我寫這個 最近發現已經將近一個多月呢 它這個圖書館沒有更新新的遊戲了 所以只能借這幾款 因為這幾款相對於我來說 是比較新的 Yeah 延期了 又可以再用一周了 一周 我現在又回到了這個圖書館 然後連一下它的無線Wi-Fi 為什麼呢 因為Pokemon GO升級了 有新的 Performance 頂升級 現在的小孩子真是 越發的有創造型 小時候像我們只能畫一個小房子 可是現在連船都能畫上 人類正在進步當中 已經快西洋西下了 好久沒有廢了 好久沒有廢了 怎麼差 這對上次跟Peter在這邊飛 無人機大概過去 一個多月了吧 在沒飛之前這個新的固件出來了 現在得下載一個新的固件 所以說啊 每次飛這個就是帶手機的這種 OK 首先要先升級固件 你說 升級固件 Attention Please do not turn off or quit the app 有固件的這個 飛行器 使用起來感覺有點 小小的複雜 今天不是周末 也不是最佳時間段 所以這個地方完全沒有人 但是前邊有一艘船 一艘非常緩慢的船 一艘非常緩慢的船 看這個地上的影子 從這兒 一直到那兒 基本上就要快落山了 太陽在那邊 那邊 因為最近實在是太忙 忙於這個探索周邊的一些好玩的東西 就忽略了這個飛行模式 今天回來把它撿一撿 真的是兩個人都沒有 哇 這是什麼樣的植物 哇 哇 感覺這個顏色特別像 毒 嗯? 毒物 哇 你們用兩車 哦哦 Yes 聽見那個無人機在響 是不是已經升級完了 噢 30%多 有點小慢 嗯 其實在這邊啊 我特別期待 特別期待 一行 Ghost drone下一代的產品出來 因為它是 畢竟是第一代 通過VR眼鏡 通過手機操作的這個 純色手機操作的這個無人機 是一種非常大膽的突破 希望改進的越來越好 那就跟大家說一說這個無人機啊 飛無人機的幾個注意要點 無論是你什麼樣的無人機 只要是飛無人機都得注意 第一個是 當你飛無人機的時候 一定 盡量 在開始的時候 一定要在一個非常 廣闊 啊 四處無人的地方 比如我這個樣子啊 比如說去一個廣場啊 沒有人啊 千萬不要有人 有人的話 無人機摔壞事小 傷到人麻煩了 第二呢 在你起飛的過程中啊 一定要在起飛之前 注意一下周圍有沒有像這種 它電線杆這種障礙物 車無所謂 車很低 比如說那個東西 比如說前面有沒有說進飛區 什麼的 所以非常簡單 第一 就是 對於這個周圍環境啊 第一個注意有沒有人啊 第二個有沒有障礙物 第三個是不是進飛區 這幾點都OK的話 可以起飛了 另外在操作無人機的時候 一定要切記 電池要飛的足 電池要帶的夠 一般來說至少兩塊 一塊的話是不可以的 看有沒有生計完 OK 97%還一點兒 最後在飛無人機的時候呢 就是 一定要 優著點兒飛 非常切記 優著點兒 不要飛太快 It's ready 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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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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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的无人机好像摔坏了 为什么呢 它这个摄像头好像不能控制了 可能是陷坏了 我得把它拔下来看一下 OK OK 不要這個樣子 因為我一直把無人機放在車裡 然後車平時開的時候 撞來撞去的可能是把它撞鬆了 如果這個不動的話就壞掉了 不 不 什麼 復活了 OK 竟然復活了才廢一次 又說什麼電池錯誤 又說什麼電池錯誤 它說什麼電池錯誤 這也太誇張了吧 Battery Error 不耐了 不耐了 崩潰了 今天試飛又不成功了 各種問題 因為它有電池有問題 所以我不能再飛了 如果再飛的話 萬一是吧 萬一變成轟炸機 那我就完了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先把它放到那裡 回家以後 問問客服怎麼回事 太讓人失望了 今天呢 愉快的一天啊 被這個電池錯誤 鏡頭錯誤給毀了 回家之後 我要問問廠家 到底發生了什麼 So weird So weird 所以選購無人機的時候 盡量選購質量較好的 貴一點無所謂 貴一點無所謂 是吧 質量要好 哇 算 我的天啊 很多的碎木頭全飄到這兒來了 哇 可以看到好多蚊子在這邊 好多蟲子在這邊 仔細看 我最怕就是 我最怕就是蟲子 我們趕快離開這兒